我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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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 胖居者問她念的這是啥咒 欸 她這個念的就是六叮六角呼人咒啊 甲子霍我身甲虚霍 她只說三個 甲子霍我身甲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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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我身 後面還有呢 是叫甲武守我魂甲虹震我靈 甲鷹虞我震 然後就是丁臣啊丁臭言我受 丁 丁害居我魂 丁友 这我破定位 却我再定四夺威 最后一个 定谋夺恶 这全片了 这小女子为了找她 已经卡阴牙bug的亲人 跨到阴间 念这种没毛病 放到现实 各位如果是如临黑暗 内心胆怯的时候 也可以向她来一套 有用了 当然了 提劲没问题 这毕竟是 咱这道通断层之前的知识 反正对于这邪灵不清 恶灵不燃 她有基础理论的 只不过咱 完全不知道这个理论是 这么瞎猜 为什么说 假子假虚 就是子虚生物成瘾 灌个假 六甲神 可以保暖生人的 六丁神是保阴鬼的 那个我得说一句 比较吓人设定了 那不是在护人间的 类似于佛家的大悲咒 当然这个回头再说 咱先说这个六甲神 你看这个小女子 下了阴间 蹈过这个咒 往前数几期 我那个影视大谈 咒提到了身怀六甲 什么是身怀六甲 之前不也说了吗 咱现在又解释 是六甲代表 有可能代表时间 只不过它未必是六天 虽然希望基督教 反正这六个造就 咱人类的时间经济 咱现在理解不了 干脆拿六甲 做个代名词吧 这是时间 还要把它理解为 咱人类在这个三维世界 在这个地表世界的六中 重要的感官 就比如说那个色生相会触法 这六神 严而鼻神深意了 这六师 佛家这么说的 然后还借着个理论 跟他科普 还有第七师 莫大师 第八师 阿雷叶师 只不过咱没有打开罢了 六根的说法 一说这个六根 就是咱现在对六甲 另一套揣测 是咱人的六个重要的器官 当然了 这个六甲神是在道家理论 所以不是佛家的 什么燕尔鼻水深莫那 在道家对这个深海六甲 它是胎儿嘛 对应的是 人类在胚胎养成的时候 什么血液了 什么子水 肌肉 骨骼气息等等 反正六个一一对应 所以我还是认同 这个不像佛家讲的太宏观了 而且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到了阴间 要念这个六甲神舟 要知道这是咱人类 在三维世界存在的根本 所以从现在的医学认知 还是从各类宗教的延伸奖想 无非就把它理解为 六个神经阶段 六种感官 六个身体构造 放在这个时候 咱得按六个身体构造来讲 俗称六脉是不是 也不能叫俗称 专业点 也不是专业 反正就是那个六脉神剑 为什么那么厉害 天龙八部大力断尸 一脉单传 断正传 后来断玉 别的不说 就说和乔峰对酒那一折 闭上眼去想吧 乔峰粗壮是不是 豪爽 咱不知道性格 是个大帮派之主 天哪迎来送往 这可是江湖的大混 咱不说他酒量多好 比起断玉 这皇室摇篮摇大的太子来讲 那还不是碾呀 行吗 结果怎么着 是说六脉神剑 左手十指的那个上阳剑 硬和了多久 只不过电视剧们 为了推剧情 它表现的不能这么真气 你比如说三五个 诸葛亮发明的 慕牛流马 这个道具组 不可能真给你弄个 慕牛流马 所以就拿了个 单手推车代替了 此物看起来沉重 用起来真是轻便 所以放在这 他不能真给你 也是太阳神剑 那个上阳剑 说白了就是 首阳明大肠经络脉 受人体控制 去催化 体外挥发酒气的全过程 咱巧不说 咱现在理解了 这个中医理论 是不是在道家老祖族 原创理论 咱也不说 有没有人能做到这 即便是拍出来了 从镜头来看 你啥都看不到 毕竟他逼出 是找人精神理理的酒气 至于水分 就不能像电视似的 手指跟吸管似的 这边喝 下面是露着 你那不是六脉神剑 你那是输尿管 所以说呢 这个六脉 就是六甲 这拿六脉神剑作比 它还真不是身体构造 而是流转在咱人体 按规律运行 它未被在现在医学发现 和运用的六道触发密码 但一旦掌握了 它竟然说打通认读二脉 这说跑题 总之要放在六甲 护身咒这个六甲 一一作比的话 这个设定更大 虽然还是拿在人的身体 作为基础 作为载体 但是它这个六个东西 超出时间 超出空间 这道规则 站在高位置上 支配咱每一个人 我这话不是白说了 各位 你看那个六甲护身咒 咱一个一个数 甲子护身 就这个是咱能理解的物质 必定咱的躯体 有胳膊腿的 再往后 没一个是物质 但还脱离不了咱这个躯体 甲虚祸行 行是个什么东西 DNA 基因蓝图 染色体 对不对 这个不算是物质吧 它只能算生物信息 然后是甲身过命 是吗 命运 天命 我个人的因果率 然后是甲武使我昏 灵魂 生物能量 甲尘震我灵 灵气 意识 让我保持镇定 让我意识清洗 对不对 最后有个甲银 与我真 真是什么 上升的渠道 人格升级的基本条件 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能量 但是任何一个能量脱离你本体 这个物质 躯体 你就不是人了 所以生人 念这个咒 就是保我继续活在地表世界 活在这个三维世界 活在阳间 因为这时候我不该死 有可能是遇到什么 腻倒阴阳的事 让我给摊上了 要不就是被什么 妖魔鬼 我还吃梅王俩给掺上了 就跟这个电影似的 当时个中阴间 我是来找人 我还得回去啊 你不得把我吗 那对应那个六丁咒 这就是刚才说的 亡死之人 念六丁咒 就是人已经死了 已经是个亡灵了 孤魂野鬼了 卡阴阳的bug 没招没闹了 或者就跟这个电影似的 被某个更邪恶 更强大的亡灵 给拘在这个中阴间了 像这样的事 咱见多了去了 你比如说那个 《干鬼十路》 其中有一则 有这么一则 说那个淤居的女演员 就是唱信 就是戏子 一说上就这个紫柴劲 就那位 他不就是锁在自己戏班 非常不幸的 被自己老板给趴了 受辱二王 结果他的男友不分 强行给他来了个 六根剧组复活大法 五 三 OK 嗯 我说错了吗 你看蓝色的一二三四 哇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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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人好心 挽救自己爱恋吗 但是你复活术 哪有这么简单的 他这个男友呢 也是现学现用 一瓶不满 半瓶光荡 结果把他这个女票 陈林一夫 或者不仁不鬼啊 跟个大闸蟹似的 你看我这死都死了 你别管我死的东西 逼他去啊 我该往生去了啊 结果从那块小 你硬给我拉回来了 还给我拉回这一半 我是活也活不成 死也死不了 哎 这看上去跟个大闸蟹似的 别说大闸蟹了 还有癞蛤蟆呢 指人也是恐怖游蟹 阴家大少 说他是官方人家的大少爷 别说满生了 满月了 都没有出娘 他也胎死腹中 当娘的那个杨逸蓝 他不甘心啊 前面那个灵仪 他是六根剧族 是不是 他这是五根剧族 取了五个无辜的戏子 五行之气 哎 这都往好听说 人家几个小孩 几个小戏子 活得好 硬给弄死 取其离枝 硬生生的给自己 腰直的孩儿 拼了这么一个怪物肉体 一代其魂附体 也是这个情况 反正说这么多 就是死不好死的人 受念这个六丁护身肉 从理论上来讲 是有用的 当然了 这都是王林在念这个 他在哪念 在什么时间念 咱都听不到 因为咱是活人嘛 但他讲理啊 你看他这个行文 丁丑严我兽 这打头是第一句 刚才说死人念了 那马上要死了 我不想死嘛 严我兽呗 但是你要知道嘛 作为人生生死死 轮转不息 都有因果律在这 不能严我兽怎么办 丁害取我魂 来抓你把我魂给取走吧 既然严不了兽 就到时候了嘛 那就抓你把我魂取走 别被他人所用 别被他鬼所用 王林之后 丁有治我魄 别让我死去 身体暴走了 曾僵尸了 所以用治 治服 恶治这个词用的好 你看咱都说 咱现在都是活人 他的组成部分 是三魂六魄 当然也有说 三魂七魄了 放在这咱就说六魄吧 对应了六甲 好说事 前面不说嘛 丁害取我魂 就是人死了 这魂被丁害取走了 实际上这个魄 如果你不去恶治了 他才会爆走 转化成丧尸 启尸 反正就是纯邪恶的存在 不加思考的 就仓是眼前一切 与血和肉有关的 所有物质 那危害最大的 肯定是身边的亲人 所以作为这个死者 他也不希望自己变这样 至于剩下这个六魄 到底什么东西 咱也别猜了 肯定不是这个尸体 咱活人能看到 哪怕是解剖的 六个身体部分 反正这个玩意 得需要传说中的 阴司阴神去遏着他 放在这个事 他就是盯有神的活 当然黑白窝肠 也管这个 这个回头再讲了 咱就要说 说到这个丁有之五魄 这条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念的 反正念成丁有 是我魄 释放了是 就是求丁有 释放我的六魄 这从哪儿说呢 各位 有传说 是一个设定 其实就是 后世的民间传说 就是人死了之后 不管是个丁有神 还是黑白窝肠 如果不管 这个尸体的六魄 这个尸体会在 它催生之下 不是马上变成僵尸 它这个皮肉 会继续生长 只不过不是扩张的生长 是往回长 往里面长 就长到骨头里面 而表皮呢 是一层红筋 当然了 说到这儿 如果用走进科学的口吻 那就是 这个尸体 经过了巨人关 湿水 然后再干壁 那还不一样 听我接着往下说 就是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 人这个尸体 就可以自由活动 咱就可以叫它僵尸了 999999的 这个僵尸 它都会吃人 袭击人类 嗜血 完了之后 被九叔给干了 当然了 尸体在这个阶段 有0.01%的僵尸 它产生了自主意识 它选择了躲避和潜藏 极力控制自己的 嗜血欲望 潜灵养性 找一个山洞 或者了无人间的地方 待着 干什么 修炼 它得修炼多长时间 它得修炼130年 这个体表这一层红筋 就开始长白毛了 自它长这个白毛之后 接下来500年 它得时时刻刻 战战兢兢 左躲右藏 躲避一道 天洁 咱别说怕仰光了 即便是黑夜 即便是月光啊 你都不能见天 就这个时候白毛僵尸 不能见天 只要一见天 天打五雷轰 跑不了 雷神在上面看着 你这属于反着天道 扰乱规则的修炼方式 你还不能见火光 只要见到火光 这个僵尸所在的位置 如果是某个村的造成 管辖范围 它引火烧身 当然也不能脚着地 你穿着鞋没事 一旦你肉体接触到土地 土地也不要忘了 它会引蟑螂 老鼠 蚀之类的去咬你身体 不仅如此 还有水 木 木不算 反正就是五行 除了木以外 都不能碰 各位一听 是不是很艰难 这个修炼 就这样修炼500年 提表白毛 变成黑毛 就成了黑毛僵尸了 到了黑毛僵尸 就不用躲这个天解了 因为五行神 它不会盯着你了 因为到这个阶段 这个僵尸就已经学会了 六魄的 咱不说六魄了 咱就说六甲了 既然之前身怀六甲这个设定 学会六甲的自身调配 混入大自然生物其中 请注意 这个自身六甲调配 可不是改变自己的外形了 改变自己的物种形象 就算是畅通自己的六脉循环 外加调配自己的 六魄能量体的结构 让这些守天道的神灵 感知到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生物 这外表还是一个死尸状态 你想想之前白毛僵尸 那个尖大尼 那些神灵 它不是看到你了 而是通过这个五星元素 感知到你了 对不对 那到了黑毛僵尸的那一层 感知入手 掩藏于天地之间 苟活于世 奋发突强 还得往上升 就这样 再过五百年 体表毛发从黑 变成红色了 也就是说变成黄色了 反正差不多是个色了 请注意 到了红毛僵尸的时候 你就不能叫它僵尸了 因为它们已经没有人的尸体的形态了 因为经过前面五百年的修炼 它这六甲调味的技术很纯属了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 随意改变自己的外表形态 因为它必定要在大自然狗子 不能接触人类 所以九二九十的习惯性的 把自己炼成大自然 位处熟练顶端的一些物种 至于是个啥 反正看起来凶就行了 急剧的力量速度 让其他大自然的捕食兽 退避三水就行了 这必定是为了活下去 直到红毛僵尸 定杆了 而且修炼到这个阶段 它腰杆也硬了 不用怕任何执行天道的神灵 就是一般神它不怕了 但是无形神 作用终极献权神 不与人道交涉 最高存在 它肯定还是敌不过 所以在这个阶段 它有一道天雷劫 和之前那个天阶可不一样 之前那个阶段它可以躲 这个它躲不了 你想之前那个金木水火土 它最多称之为追捕 对不对 这个就得用规则来形容 就是那种必死 一提到这个天雷劫 就想到那个哪吒 魔童降世 你看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哪吒 躲不过去 它这个也躲不过去 如果躲过去了 各位 那就不是它躲的 而是上天允许你继续修炼了 反正直至到目前为止 所有神话 包括上古的后世的 全部加在一起 据说有个总结 只有一个红将躲过了天雷劫 再修五百年之后 红毛焕发金光 变成金毛的在后世复会 各类神话给它定了个名 齐鸣于 金毛虎 我兜了这么一大圈 各位知道我要说啥 就是说这个死去的亡灵 念的六丁护神咒 丁友知我魄这条 在有的故事里面会改成 丁友是我魄 就从这个设定来的 就有着亡灵他敢赌 他野心大 如果释放我魄 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 紧接着五百年加五百年加五百年 直至最后金毛虎一飞冲天 在西游记呢 可是观世音的座集 在风神呢 可是慈航道人的座集 跟地听平起平坐 位列先搬了 但是该说不说的 各位从头听到尾 这个过程是极为凶险的 估计也很多人 没有想到这个金毛虎 作为一个神兽 后世神话的神兽 他竟然是从僵尸变过来 他和那个望天虎不一样 他有赵温 请注意他不是望天虎 就天暗门两边 那个柱子 那叫华表 华表上面蹲着那个 那个是望天虎 望天虎是上古神话 流传的神兽 他是上天派下来 制约人皇地顺 他的权力的 他不就站在那个柱子 华表上面吗 他就在上面看 然后地顺站在下面 就让老百姓指他鼻梁子骂 你想那时候人皇地顺 在上面站着 他权力就这么大 所以这个金毛虎 咱不论约远 就后世神话这个设定 他就刺了不少 因为他是僵尸修炼上来 到了最顶级 他也有个罩门 就说这一身金毛 可谓这上是刀枪不入 只有这个咽喉这个位置 还残留修炼 第一个阶段那个白毛 哪怕是凡人 拿什么那个往上扎 扎死 当然了也有说 这尾巴根有这么一座白毛 总之和望天虎比起来 他不是无敌的存在 所以就跟不要说 西游记那个赛台岁 那个怂逼样 但是他这个修炼过程 可不含糊 很坎坷 首先一开始 能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这就得听天由命 所以呢念 知我魄 咱老老实实的 遵循网生之道 该怎么着怎么着 如果是我魄 那下这个赌注可大了 赌注就是 如果你抱走了 变成僵尸了 做了所有念 种下的所有恶因 全由你的下辈子 下下辈子 下下辈子 下下辈子就承担 各位想想 你这单得起吗 你单不起也得单啊 为什么有人一生下来 就痴呆畸形 咱往好点说 你一生恶极缠身 或者做了一辈子奴隶 受人排挤脱弃啥 这都是好的 你大可以想想 明末被崇祯冠以叛徒 最终是一千到万万 凌迟处死的那个袁仲患 你再想想 被吕后做成人质 那个欺负人 商鞅 李斯 韩信 等等等等吧 这些可是做人的时候 都没做啥坏事啊 但是死的一个比一个残 所以说你敢赌吗 敢赌 那就丁有事我破吧 紧接着是丁位俏灾 各位一说到这个 不要认为咱是人活手才有灾难 事则六道轮回 往生之灾才是大灾啊 你活手遇到什么灾难 你不管是车祸 如临大病等等的 基本上算是因果环保 即便是死了 你该脱生脱生对不对 如果死后临了个灾 就给这个电影剧情似的 你不就他这个阿姨吗 脱生不了 那另外一个恶灵 来自泰国的鬼师傅 居到阴阳之际 永无绝习地参生了灵魂 他哪怕脱生个狗呢 也比这要幸运 是不是啊 所以这么个丁位俏灾 就是求丁位神啊 保我免却死后之灾 然后丁似剁威 丁某剁恶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咱就没法细致解读了 因为这必定是在 另外一个维度 阴间死去的亡灵 向阴神请的愿啊 咱不知道那个世界观 都是什么情况 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导致无法脱生啊 说到这儿 肯定很多朋友得问 这六丁六甲神 到底是谁 他从哪来的 这才说到正题了 但是说句实话 我不太敢涉猎这方面的话题 而经过我说 这么几期鬼神故事项啊 主要是故事啊 加上呢 我也会不时浏览一些 相关的一些稿件啊 在这个平台 我发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你看现在是2023年了 他不是我青年时期的90年代 更不是80年代 信心很逼则 认知很片面 为什么现在这些小孩 小年轻啊 咱追性咱就不说了 还有这么多 对这些神灵无脑宠卖与信仰的 你要放在心里 做一个内心保护的屏障 平时该干嘛干嘛 咱也不说了 这都没有一个疯子 咱举个例子 就这个平台 就拿着个官奖手 说是我忘了是哪个up了 就拿着个官奖手 或者中陪上 做个混年 一期一分钟不到 毫无内容 七七十万以上的不荒量 咱就不说了 主要是下面评论啊 你看这小孩说这啥 我就不想复述了 脑子有病啊 你看我倒是也拿着个讲故事啊 但是那是假的 你不知道吗 你要是七老八十 没接受过网络 咱就不说了 年纪精精的 你心理世界就这么匮乏嘛 所以之前那个官奖手 我讲了一半 我不讲了 停了 一方面我是不想带动 这无脑信仰的节奏 另一方面 你说错一点 就辱墨他内心的神灵 他弄死你的心都有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我备受打击 前段时间 我不是录着那个咒吗 是在鬼神方面多了一些 就在那个阶段 你不管是私信 QO微信啥的 找我平事的 找我算命的 我就不说了 最他妈让我无语 是追到我直播间 有这么一位 好像是说到他心坎里边了 还是找到共鸣了 给我发了一下 他家的实景拍摄 一整间屋 我看了一下 大概得有三四十平 整个不是给人住的 一面墙神龛 三四层架板 上面全是神像 数了一下得有四五十个 满屋里烟气缭绕 这是在给我炫耀吗 我怎么当时看 哎呀 你是希望我夸你吗 就这个事 我在这再次重神像 我不是算命的 我也不是风水先生 我也不信什么神万佛之类的 我甚至都不是说书的 我是干啥的 我是玩游戏和看电影的 我小时候祖爷天天 跟我讲这些故事 所以我知道的比较多 在肚子里烂也是烂了 我这玩游戏 看电影的冠神时候 倒出来给大家一起娱乐一下 仅此而已 我非常讨厌那种愚昧的心 特别是现在看到平台这些小孩 对这些封建迷信 大肆追捧 我深感在人类没有未来了都 毕竟现在都是信息时代了 人均文化水平都不低 也不像在上一本 上上一本了 对不对 怎么还这个样 你那一面小大人一瞧 光财神站了一排 什么大五六小五六 什么财王爷了 赵公民王海 还一群跟班的 你脑子没事吧 还有追官将手这帮子 你们傻啊 你不知道这是文化 不能这么说 其实我这么说 也有点自己打脸了 但是你把它当故事来听 完了之后 干干嘛干嘛呗 如果真把那一两分钟 的混演视频 当的闭闲剩气 你脑子会真有问题了 你也别怪我说话不客气 我要是你爹 我拉过来打 这要真迷到 像直播间这位 这整个人 他不就废了吗 你这还真不是当和尚去呢 和尚 他至少还修个来世 你这是为了现实幸福 财富 贵旗信仰 但又不作为 说你有信仰吗 你是完全追逐名利 但又完全不考虑英国 你去泰国找个将 不是当师父去吧 不发现了 反正总结一句就是 我讲了很多故事 牵扯到后世神仙 但故事很多 但是请注意 没有一个值得信仰的 这些后世神仙 你当故事听 没问题啊 一旦贵旗信仰 我可以这么说 全部都是为了 自己的名和利 而且是极度自私的一种 你就想 你把信官二爷是干什么的 你就想信财神爷是干什么的 咱往平凡点说 赵王爷 徒弟 还有信龙王的 你就看这个习俗 信完龙王 这边就耍龙 所以赵王爷 你别管这边许什么愿 紧接着就拿那个麦芽糖 粘他个嘴 至于官二爷 那就更不用提了 说是忠义两全 那些团体 我只能用这个词了 他们信仰的可不是忠义 只不过是拿他立个帮 履行忠义 而背后给他带来利益 真到要钱 还是要义的时候 他能想到官人家的信仰吗 所以这后世神仙 不是发自内心的信仰 放在我这 这所谓的这些神仙 只不过是故事的标题 还有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 给自己立个人设 请注意不是假人设 什么人设呢 两个字 爱国 虽然我之前做那个流浪地球 恶评了一番杀意言言 那个角色的民族器杰 被冠以抽象妹外 甚至还有骂我卖国贼的 我他妈笑死了 但是我自问 还是爱国的 我不给你们拼这个激烈的爱国情绪 我就想反映一句 你看到那一段你们这么激动啊 你爱的是哪个国家 中国那没得说 是不是 你对中国这片土地了解多少 在这给我装 紧看你们在那血脉喷张 就因为我没有喷张 所以我就成美丽狗了 在这我矫正一样 六丁六甲 我还不能不说 咱还是回到故事 回到故事 这六丁六甲臣呢 他其实相传啊 这甲子是汪文清 甲区是斩子江 甲臣护文常 甲武污语清 甲臣孟非清 好像是 所以有个甲银名文章 但是还有六丁臣啊 分别是司马清 崔玉清 石书藏文 藏文 赵紫瑜 你看这么多人 十二个 都有民间流传的事啊 要是一个一个说 都说不完了 但是他有一个统一的设定 什么设定呢 就是丁臣全都是女的 甲臣全都是男的 我说的不是他们生前啊 是他们死后 他们的神灵状态啊 这不死后 圣格成人吗 就是说 咱这个人啊 就是普通人啊 如果你生前活的是男人 死了之后就是女人 但是用男女来说 就是有点片面了 就是六丁六甲啊 他在道统啊 他最开始 他是一个规则 到了后世上的话 才把他一个看作神灵 也附会了这些人 那肯定都是历史上出现 只不过咱们现在想象了 他死后灵魂归其神位 也正是因为 他们不是普通死人 而且还是主管阴阳法则的神灵 所以他们死了之后 都没按正常手续来办 就是说 在正常生死 有这么一套设定 如果你是男的 你是破为阳 魂为阴 如果你是女的 破为阴 魂为阳 就是说呢 男的这个身体属阳 女的身体属阴 死了之后 魂独立存在的时候 他正好反过来 男的是阴魂 女的是阳魂 然后再跳出这个 六丁六甲设计 说这个黑白无常 刚才就想说的嘛 就是这个男人死的时候 白无常吸你阴魂 黑无常散你阳魄 如果是女的话 那就是黑无常吸他的阳魂 白无常散他的阴魄 然后咱再说这个六丁六甲设计 他正好跳翻这个规则 就是这个六丁六甲设计 到后世人话 你别管他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 版本多了去了 还有西游记啥的 但不管是在哪个地方 给哪个有名人 有故事人冠这个名 可以确定的就是 他生前都是男人 刚才不是说了吗 男人死后是阴魂 但是六甲设计 这些男人死了之后 反而是阳魂 因为他主阳嘛 宝是活人 对不对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但我主要说 这个六丁神 他们这些人啊 这些男人啊 他们活的时候 咱不说魂啊 就是破 就是阴魄 你看我说了这么多 各位听到这儿 现实为主就会认为 这个破就是身体的构造 那这么一想 可以推断这些丁神 他们生而为人的时候 身为男人 但是有女性的身体 那不就人妖了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 咱当故事来听啊 为什么我起这个话筒 因为丁神 每一位挑出来说 那都是非常 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故事 请注意 我这不是按照 正统盗藏 确定的名称来说的 是纯民间故事 我摘一个说 还是说刚才那个 制破的丁友神 反正那个丁友神呢 《西游记》里面说 是藏文公 咱不说他 太宗教了 民间传说是另外一位 叫陈琳 琳就是王子旁 加两个琳 那个琳啊 陈琳 你听这个名字 女人的名字是不是 他还真不是 他就是个男人 而且是个纯爷们 真纯爷们啊 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北纵 抗金 当然他不是什么将领 也不是什么有名人啊 本就是一个草莽英雄 江湖意识 所以说他本身是个无名小租 但是要说他腻在什么大事上 直接把他捧上神坛 奉为丁友神呢 我这么一说 各位都睡不着觉了 十二寡妇争稀 来 就是杨门女将 穆归英 石泰君 那一帮子寡妇啊 你看我这么一说 他十二寡妇争稀 他本身也就是假的 对对 所以当故事听了 这个事得说到杨六郎 那时候还没死呢 雪战金沙滩 勉勉强强杀出重围 眼看后面的敌军又撵上了 自认死其将至 万念俱灰之间 不知道从哪草获里面 跳出来一位恐无有力的蟒士 把他给救了 这说的就是个陈林啊 然后回到杨府 把这个事前前后 给这个舍太君一说 这个舍太君一听 呦 你这把我儿子给救了 我得讲你啊 咱都是体面人啊 是不是 我这家伙大爷大的 也算是贵族是不是 你说嘛你要啥 要说这个杨林啊 他本身就是个草莽 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身处这么辉煌的厅堂 身边站的都是贵族 唐上正主这么一问 给他问懵了 你要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 不合适吧 一时之间 这不知所措了 唐上舍太君这么一看 哎 这吓着了 但是定睛一瞧 这个人呢 这长相不是很英俊啊 但也不丑啊 但是一身这飙着块啊 这一身贱子肉 站在一动不动 甚至有点胆胆怯怯呢 但是从女性的感官来看 这个辣舌感十足 不禁让舍太君 想入非非了 当然了 各位别多想 那时候舍太君年龄也不小了 他想是他还有两个闺女 没有出嫁呢 反正各位都知道 舍太君是七个儿子 一个干儿子 两个女儿嘛 说的就是两个女儿 一个羊眼妻 一个羊眼妞 十二广佛得凑齐嘛 在这个时间线还没凑齐呢 怎么凑齐咱就不细数了 太多版本了 反正这时候 舍太君把两个闺女 换出来之后 瞧瞧吧 对个眼 这个叫陈琳是吧 你看我这两个闺女怎么样 就当是报答救命之恩了 陈琳一看 有 すごい 乐电馅啊 这可敞开了 真是奖励好吃的 上去左右手 一手揽一个 走 进屋 然后啥对你 好家伙 你胃口可不小啊 你这自认性价比挺高啊 我说把两个闺女牵出来 是让你选一个的 不是都给你的 小贼 然后这个陈琳一听我 这样啊 有点尴尬 那瞧瞧吧 选一个吧 也行啊 这一看不要紧啊 就好似那个 风里鸟挪 有似待遇 鲜艳妩妩妮 幼似宝钗啊 在这执巴打嘴上 一个环飞艳寿 一个仙妖戏足 哪一个看起来都是 前吐后孝 凹凸有志的 弹性十足啊 这一时间这个陈琳 手术两端 难以抉择了 而且咱都知道 杨家女郡那都是练武之人啊 这大胸脱子 这大腿跟子 而且这两姐妹还不闲着 在那一个劲儿秀呢 燕英呢 在那一字马 都拉出180度了 秀的就是个腿弓 而燕琪呢 不甘示弱 直接下腰 秀的就是柔烈性 反正各类解锁的姿势 看着陈琳是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啊 美不胜收啊 知道是在选媳妇 不知道这大厅堂之上 还以为在体操表演呢 结果是蛇带军在上面 叫 行了行行行 两个女你们停下 过来过来过来 小鹰啊 小七啊 别在这秀了 你看不出来吗 这小爷们已经挑花眼了 没主意了 昏头转向了 你们说吧 我们问你们 你俩谁喜欢她 看你俩的意思 我帮她挑吧 这么一问 这两姐妹 也算是黄花大闺女啊 抿嘴一笑 就是娘亲啊 咱是带子归忠 咱也没主意啊 但是呢 有个小建议 咱可以先测试一下 她的人品 就是这个人怎么样 这时代人一听 合情合理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步 说吧 怎么测试 然后这两人 行 咱出个题啊 然后一声吩咐吓人 拿上来十来个 就是直径 大概得有一米半左右的 铁座的那个圈 往陈琳面前一丢 然后就说话了 咱都是练武之人啊 对不对 选丈夫 首先考虑是以后 参加国家战事 能出上力 来吧 这铁圈看到没有 十来个 你就这么一个一个 跨在腰上就这么转 让他不要掉在地上 咱就看最多 你那加多少这样的铁圈 别误会啊 没别的意思 就是测验你这个平衡力 跨马上阵嘛 是不是 这个腰的平衡力很重要 这石台军在旁边看了 他妈这么个测试人品啊 测试他人好不好 就这么个好坏啊 小英小琪 你们这意图简直 招然若接啊 在这掩耳到零了 当我老太保不懂呢 诶 正说着个 下面程黎 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 表演的时候到了 上来就抄起三个圈 往腰上一下 肉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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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腰切飞了 那速度简直 电视火光之间流转不定 然后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十来个圈 全加上 就看这个程黎这个腰 就跟 电动 小 马 是 总之很厉害就行了 然后这个小英小七 眼都看直了 一口同声啊 这个要的呀 这个要的 然后回头给少老子 我要了 异口同声啊 各位 哎 这下犯难了 各位 看这两个妞儿 都是心花怒放的状态 而这个陈霖呢 又举气不定 然后这个少老子 哎 那个陈霖你停 停停停停 别在那转了 哎 别转了 呜 呜 stop 看你那给人喝了几年 98号气游饰了 停 别秀了啊 那个什么啥 有现在有个难题 放在你眼前了 我呢 做新娘也不能帮你选 两个闺女都喜欢你 你呢 必须得选择一个 这陈霖在下面一听 真犯难了 然后大厅之上 就这么讲在这啊 下面陈霖经过艰难的抉择 经过着内心 或怎么或又 这疯狂的摩擦之后 一咬牙一跺脚 各位绝想不到 这个陈霖超出所有人意外 掏出匕首 裤子一退 收起道路 那叫寒光一道 锐彩千条 当机力端 不是个形容词 把自己给善了 真有气性啊 各位 这选择题把自己排挤到 退无可退地 我直接断了念想 就那么有气性 这个陈霖 各位 七男子吧 他这怎么个脑回路 我琢磨不透啊 但是书上就 不是书上啊 就故事就那么讲的 这七姐八美在上面看着 这下好了 也断了念想了 你这别说十来个胡拉圈了 你上百个胡拉圈 他能转的洞 又能怎么样 你这样 你这不是练他上马腰功吗 这不耽误啊 是不是啊 叫个七姐 不要了 不要了 要不及啊 要不及啊 我们今儿回归房 待子归忠 你今儿等待 拜拜了你呢 哎 就这么个事 陈霖 我这绕 其实绕的有点大了 这说的不是这个 陈霖 他丁有神上位吗 还不是因为这个事 反正在杨本女将上 他只是给他架一个人设 就是无今儿之人了 就是说 他肯定不是男的了 就是说身为男儿神啊 但是属于阴魄 这是上天安排的 以后为他做神仙 做个准备啊 再往下有这么一个事 才真正的把他架到 丁有神这个神位 和谁有关 和包公有关 相传这个包公 他活的时候 他不就通灵吗 有个夜有忍 日断阳夜断阴阴吧 到晚上一觉睡过去之后 在阴间 这个包公就是阳王爷啊 有这么一回啊 这个包公正在阴间 正在断案呢 下面冤鬼何人 有何冤情 就速度到来 正在这判呢 结果来了个神仙 给他打断了 就是这个丁有神啊 那管辖范围呢 和阴间这个包公 算是同事吧 但是级别要比包公要高啊 各位要记载啊 上古理论知识 导过来神仙 都比后世神话神仙 级别要高啊 你比如说之前那个 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 就是后世神话神仙 而来了之后 就跟这个包公就说 你别断了 这个包公 你抓紧醒来 回到阳间 我有事跟你说 包公 仅听这一句话就行了 睁眼一瞧 眼前有一个人 谁 这时候陈林 之前不是娶媳妇 没娶上吗 当机立断吧 所以当太监了 这时候作为一个公公吧 从宫里面 偷偷跑出来 来见这个包公 就给他说 包大人抓紧进宫 宫里面有个大事 必须你来办 皇家出了个妖孽 没人能弄他 一个真的 一个假的 这假妖孽 你要以正式听 真妖孽 你要除之后快 说到这儿 各位都知道什么事 李猫换太子 这假妖孽 肯定是个太子 其实就是李猫 真妖孽 肯定就是个刘飞 最终跟李太后平反 事倒是快着人口 但是最开始 就是个陈林 露了信给包公 而露了信这个过程 被一些小说了 说书的演绎得很精彩 就是阴阳嘛 再加上这个陈林 很难解释 当时当机立断 这个抉择 怎么个脑回路 这一副上古道家理论 人生死 阴阴破阳魂设定 就有的就把他给 嫁到丁有神这个神位了 这就是六丁 阴神丁有民间传说 陈林 他来历 然后咱可以再挑一个假 假神 差不多了时间 各位 本期先这么着吧 讲了快三十多分钟了 时间一长 不想给后期太大的压力 各位多多谅解 总之 我现在看这个电影 是叫奎将 钟奎的奎啊 纵协第二部 二零年拍的电影 真没怎么说这个电影 总是影视杂谈系列嘛 鬼神说 就拿着个女主 下了一句口 念这个六丁六亚神咒 这开了一切 感谢各位收看啊 因为这说说说 说嗨了到点了 所以 就知后数几何 咱们下回分枪 咱们下回分枪 请不吝点赞考译